是Monday啊 这个话相当大的一个比数输掉 what is he doing ah shit how do you go again 比数输掉球 wow 这个是水晶 是水晶 是水晶 又在饲养他的魔术 好 还可以打得到啊 而且还薄晶啊 nice 那种 好 好 what is he doing what ah 看起来可以进 好 看看 也许穿上还有上场的机会 先不要气呢 wow 大家应该要进气 wow wow tataka nga 不许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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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果然啊 finish now 相當精采的一場比賽 我們講可惜 就是說這兩位台灣的好手 那麼早就碰到了 這非常的可惜 好 AirFriend的衝球 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就衝進了一號球 然後現在的目標球 但是六號球卻背得大娃娃 所以說現在看看 大概只能夠推桿了 然後三號球在旁邊 好 先做個安全球 因為三號球不好做球 所以說一開始 擠在右下角 川南聰在新加坡站 同樣的也是八強的比賽 看看這個二號球 好 我們看到川南聰 也是把母球打 然後推下來 形成一個吊球 那麼現在AirFriend 這個球要來解球了 這顆星來解球 沒解到 好 一開始 這個川南聰 獲得了相當好的 很多球員在提到 這個一顆星解球 好像是蠻難的 但因為一顆星解球 唯一的攻勢就是 就是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控制來放大或者縮小 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攻勢 來應付 好 那麼我們看到川南聰 他是選他一拉桿 我個人覺得他這球 做的有點太 太 太隨便了 好 那四號球 有可能會做中帶了 看看拉桿一顆星 彈回來 好 直接拉到五號球的左邊 或者是說 這個推桿一顆星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他下第一桿 哇 要走捷徑 他這個拉桿 為什麼拉得 拉得太近了 拉得太近的話 瞄準一般來講 是比較不好瞄準 不過這個球 還是希望蠻大的 哎呀你看看 這個碰到了 Fland 什麼球都打不出來 怎麼搞的 如同教練剛剛所說的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拿下一比零領先 對 這個 所以說你看看 穿穿衝你看 碰到 碰到別的選手 打得都不錯 一遇到Fland 怎麼搞的 就手軟了 六號球 六號球就帶一口 留下來這幾個球 給FN Reyes打 想誇張一點 可能必須 對 當然 如果說 如果說 以他這個 鉛錶的下半部來講的話 這個王鴻翔 如果說打贏了 這個 庫瑪 上來的話 他的理想對手 我想是 川端聰是比較理想 是 萬一碰到FN Reyes 總是比較難對付一點 第一局又讓FN Reyes 給拿下來 好 很可惜 川端聰呢 在第一局當中的 自由球呢 居然沒有把整盤球給清光 令我們也沒有想 好 那麼現在第二局是 輪友 哎 九號球進了 哇 還好啊 還好 川端聰保住了自己的發 好 那麼現在第二局是 輪友 哎 九號球進了 哇 還好啊 還好川端聰保住了自己的發球局 要不然的話 這一下子啊 這個這個 第一局的這個 嚴重的後果啊 我看他可能這個 你在想什麼 我們大概都知道 好 第三局 又輪到了FN Reyes 的衝球啊 好 衝球 哎 啊 進了一顆球啊 我們看進了 好像是黑球啊 好像是這個 相當好的一個球型 好 來看看FN Reyes 的表演 輕輕的打進 啊 二號球 就在中 代前 直接拉桿啊 直接拉桿 回到球台中央就好了 好 拉到球台中央 稍微有一點點過頭 那個六號球的位置 母球 如果說你做得不夠好的話 這個母球 可能就必須要 要要刻意去 來來去閃六號了 好 我們看他這樣子啊 球滾到這個位置的話 變成說 剛左右向腳 就要兩顆心出來 兩顆心出來 好 我們看他下下中低竿啊 當然最重要就是要閃過六號 好 穿穿衝啊 當然這個時候 好 力道輕了啊 這個這個 等待他的下一局的衝球 好 好 繞球台啊 這三顆心繞球台回去 再滴桿啊 好 繞到了球台的上方 好球 好 母球貼著台邊啊 這個 這個直接推桿就好了 好 輕輕的推桿上來 哎 母球貼台邊了啊 看看有沒有貼台邊 哎 果然沒 可能會有意外啊 好 看看這個球 好 還好 哦 但是我們看母球 沒有辦法控制了啊 好 看看有沒有辦法 包裝袋啊 這個球 包裝袋還蠻好薄的 好 包進 沒問題 最後幾個球的處理 還是顯露出了 FM Reyes 他的經驗 相當的 他是雙數局 要衝球的選手 好 那麼看看這次手氣怎麼樣 九號球會不會再進呢 好 這次九號球沒有動 但是母球 哎呀 怎麼搞的咧 千萬別進啊 哎呦 這樣子一來的話 哎呀 怎麼搞的 這個碰到了FM Reyes 好 FM的自由球 如果說FM這局拿下來的話 當然啊 這個 哎 但是這個做球 哎呦 FM也會有做球失誤啊 右賽 右賽 碰顆星 然後滾 滾下來 但是力道稍微輕了 力道稍微輕了 不過好像還可以過的樣子啊 我們從剛的 哎 這個我們現在 他自己沒辦法確定 而且角度大啊 就算可以過 二號球角度大 做三號球也不容易啊 要拉桿 我們看他要拉桿 換句話說要拉很強啊 哎 過不去了啊 所以 所以其實 以FM現在的連技啊 要打敗他 其實 我是覺得一大堆啊 世界杯冠軍 但是你不要 你跟他比賽對不對 你現在要想說他已經是老了啊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有機會答應他 教練的意思叫做不要未戰先摔啊 對 好 做個吊球 但是這個吊球看看 哎呀 這個吊球 吊的實在是很離譜啊 穿穿通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穩定心情啊 好 拉桿啊 母球橫抬啊 這個橫抬看看拉得夠不夠強啊 好 哦 選擇另外一邊啊 這樣子一來啊 借六號球啊 哇 相當漂亮 好 輕輕的上去 或者繞球台也可以啊 繞球台 看看是不是選擇繞球台 好 沒錯啊 繞球台回來 這樣是比較好做球 好 角度大啊 所以說仍然必須要一顆星啊 一顆星回去啊 我看他下中竿啊 一顆星回去 五號球 右下角抵帶 所以川南蔥非常可惜啊 做球十五 但是川南蔥卻沒有辦法好好把握機會 當然我相信川南蔥他的實力是絕對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但是 但是每次碰到了A friend就是沒有辦法發揮啊 在新加坡戰的八強比賽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 好 有點太直了啊 好這個球當然如果要做九號球的話也要么就用力打一顆星出來 要么就是推兩顆星 要么就是大拉桿 一顆星回來啊 來小拉桿 做遠一點 好 看看 這個遠球 我想應該沒問題 好打個煞車球 沒有問題 賽口還蠻大的 新加坡九號球巡迴賽 八強的比賽現在輪到FN Reyes通球 對FN這FN Reyes如果這一次能夠得分的話當然這個差距就增加了啊 好不過這一次衝球沒有球進而且一號球形成了一個chance 但是八號球跟九號球卻連在一起 很可惜啊 這個第二場這個6比9輸給了這個目前這一位在場上的這個FN Reyes啊 這個所以沒有辦法能夠打敗FN Reyes 好有沒有看到沒有調球啊 但是當然提到了這80Monday啊 這個話相當大的一個比數是否調球 哇 哇 這是水晶 嘿 哈哈哈 又在施展他的魔術嗎 哇 哇 嘿 哈哈哈 又在施展他的魔術嗎 哈哈 好 不过三号球却留下了一个 哇 远球 三号球能够打进的话 当然四号球一定可以做到底带 再看看三号球准度怎么样 哎 掉球 你看看 他知道自己打不准 所以说干脆打个掉球 要不然很多选手这个球会打右上角 知道自己不准 教练您看这个球解三号球 对 这个球当然一颗星 左边一颗星也可以 然后看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好 我们看他解上方 解左边的一颗星 这个球要小心 好 解的还算不错 看看有没有办法停住 哇 漂亮 好 我想穿上冲应该稍微慢慢的 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 好 看有没有办法再解禁 再解禁了 太厉害 有那个意思 有那个意思 母球在晒 哎呀 晒下来了 好 晒下来 形成一个中距离的球 打进 如果把握打进的话 就来做安全球 现在在暂时落后的时候 没有把握的球 千万要小心紧上一点处理 好 看这个样子 好像要包球的样子 哎呀 太薄了 然后把八号球给碰掉 哇 而且母都不见 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最糟糕的结果 最糟糕了 你说如果八号球的九号球 原来的刚位置的话 也许还好一点 对 好 从这个镜头看 这个想要包球 结果没有包到 变成了倒钩了 这个倒钩的结果 哇 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有把握打进拼球 没有把握的话 还不如来做个安全球 最起码就是说 最起码FM 非常同意教练的说法 现在假如说FM 这局在清光的话 要稍微拉开一点差距 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直球了 对 有可能 有可能小拉一点点 做七号球上方的抵带 好 做上方抵带 这样子的话 从这个角度看 有可能下右赛 拉干一颗星上来 做八九组合球啊 哇 也不想再多打 干脆八九组合球 把它打进去算 这蛮好打的 谢谢 蛮好打的 刚刚说川山聪 好像稍微稳定了一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川山聪 最起码一定要保住了 再不保住 好 一号球进了中带 看看二号球好像也进了 所以说现在的目标球 变成了三号球了 好 三号球 虽然说薄中带有角 好 注意看这个一号二号 这个一号直接进中带 二号也是直接进底带 好 三号球 中带或者是灌球 好 选择中带 母球绕了三颗星出来 回到球台的中央 那么有可能刚刚 定干来做五号球 八号球又在九号球的 比较难一点的就是五号做六号 其他的都很简单的 五号做六号 这个左赛推干两颗星出去 也可以烤 好 我们看他但是选择拉杆 好 拉杆两颗星弹出来 做中带 好 看看中带做得怎么样 要非常非常小心 力道的控制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弹出来一点点 好 好球 那么现在球横移 就可以做到八号球了 哎呀 七号球啊 这个我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我看到这个七号球 哎呀 川山冲的实力 这个七号球应该相当简单的 这个他如果啊 这个川山冲这种球啊 打出这种球 第一轮就过不了关了啊 我想他第一轮就过不了关了 真是奇怪啊 碰到FM什么什么球都打不出来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所以川山冲现在心里压力 我想是越来越大 好 我想 FM在第七局冲球 哇 母球控制并不理想 哇 这个绕球抬一圈 不过 哎 就是有这个运气啊 就是有这个运气 而且二号球也在旁边 哇 哈哈 三号球在右下角 然后警戒的旁边又是五号球 六号球又在带口不远 哇 这个这个做球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的做球 非常简单的球形啊 所以这个 想要让FM失误啊 很难了啊 这一盘球 要准备来做左上角的底带 稍微让母球回到球台的中央去 对 好 这个指尖台 好 拉杆横台 好 拉杆横台 这个 当然我不晓得这个 日本电视机观众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比赛啊 要不然我想日本的观众也会把川上轮给骂得 骂惨了 其实实力上绝对不止如此 刚才从曾经在亚运的时候拿过八号球的同牌 有没有办法振作起来啊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前面的这些失误啊 都是都是相当离谱的失误啊 都是可以说都是 所有的失误都是相当的 已经也是近了啊 所以说现在看看三号球啊 在啊 在上方 换句话说这个球要抬高岗尾啊 抬高岗尾啊 抬高岗尾打底带啊 然后来做三号球 准度也要顾好 对好打进啊 直台走两颗星啊 当然他这个直台两颗星啊 这个要稍微下一点点的左赛啊 这个不能下太强 下太强的话 说不定母球就洗左下脚底带了啊 好下一点点啊 这球控制的不错啊 我们看这个左赛下的恰到好处啊 在刚刚好走到这个七号跟底带的中间啊 这个左赛下的漂亮 现在如果说回神的话 为时已晚啊 就怕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局数已经稍微差得多一点 已经差那么多了啊 就怕现在灰声已经来不及了 不要再有像刚刚七号球一样的情况发生 对 七号球左下脚这个低杆一颗星回来啊 但是这个低杆不能太强啊 太强的话就碰到九号球了 好下左赛啊 一颗星回来 哇打太轻了吧 打太轻了 会不会出差错啊 看看 哇 也不大好下竿啊 好 拉竿横台 好 没问题啊 这个早就应该这样子表现啊 嗯 就怕现在为时已晚 这一场赚 我看下来 这一场赚 是在第二局的时候冲球九号的进 现在就差了第二局 在马尼拉来进行最后一战的比赛 对我们看到在台北战有三天啊 所以说这个对对这个台湾的观众来讲是像这个有更更保眼福了 哎好机会来了啊 这个我想这个对穿穿穿穿 也可以考虑来调球啊 但是Afriend在过去我们最近的比赛有看过他调这个跳球啊 但是跳的并不是很好啊 哎 先把九号球打进再说 哎 不选择打进九号球 哎 要要要让穿穿来跳球啊 嗯 好像有这个意思 穿穿要不要跳呢 Afriend是不大会跳球啊 这个 穿穿穿啊穿穿选择自己来跳 加连这个球跳球的话二号球在带口是不是也是一个蛮有力的状况 没有错啊 但是但是要我把握把这个二号球给打进啊 好看看穿穿冲 哎呀 跳球没进看看结果 哎呀 完了 早知道你就让Afriend 你知道Afriend不会跳球你就让他来跳啊 要是我的话我就让他跳了 好这样子一来危险了啊 这个这个比数搞不好又拉开了 好现在四号球啊 四号球我们可以看到对 当然如果说上面的抵达过不去的话 这四九组合球是一个一个考虑啊 好 果然要做四九组合球啊 好看看Afriend的四九组合球打进的话七比二 非常可惜啊 刚刚那个球啊 这其实穿穿冲 是逐渐进入到无路可退的一个状况 二比七的落后 希望这次的冲球能够冲出 好五号球进了中带啊 当然他这个 以目前他落后的分数啊 除了要保住 而且而且我想 我想这个 电视前面观众也认为说 应该希望了 好一号球的底带打进 五球拉杆 好但是拉的还不够强啊 二号球新增 而且这个球对左手打者来讲 也不拦架干啊 蛮好蛮好打的 现在就是准度的问题啊 这个心态的问题 对 好保镜利用四号球挡住了一下 好四号球还可以继续来做中带 好到六号的六号跟九号中间 四号也可以过啊 所以说现在打三号母球两颗星出来啊 这个看看力道控制在什么地方 好两颗星来两颗星出来 偏偏就是不上不下啊 要么你就多一点 要么你就少一点啊 这模拟两颗做中带啊 那现在看看 好看看有没有办法补救 灌球 好还是保球 看看母球 是不是下一个 好这个球必须要直接拉干了啊 这个这个球如果推干的话 可能会去碰到这个 这个八号球啊 所以直接拉干 横排出去好球 好这个球 拉干回来了啊 来直接啊 拉干回来来做八号球 这球还得拉的相当犀利才行啊 因为 因为这个角度是 所以说换句话说 必须要拉的很犀利 好就选择了碰颗星回来 好 打得非常的用力 因为他如果打不用力的话 是绝对 绝对弹不回来啊 八号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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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 一颗星 两颗星 弹回来 好 这一局打得相当的稳定啊 但是 还是一句老话啊 这为时 可能为时已晚了 好 撞球博士 张文敏教练 以及我常复宁 一起在这里 陪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继续来欣赏 FM Reyes 还有川东东之间的八强的比赛 中球球近了 对 哇 九号球滚到了球台上方 哇 一号球又形成了抢死啊 二号球在球中 那可能就要稍微打点片带啊 来来做二号球了 看到近带的球是黑球啊 是八号球 好 看他打了一个片带啊 稍微靠这个带口的左边近带啊 让母球往右边移动 好 用左手打这个二号球 左右开弓 然后三号球的底带啊 当然他这个直接另外一边的底带 好 这个地杆一颗星弹出来 好 好像是做了一个直球啊 直接拉开球 来做五号球 会不会考虑在做中带啊 五号球可以进中带吗 好 我们看应该是拉杆回去的啊 穿单冲 好拉杆回去 没错啊 这个球应该就是只有一种打法而已 拉杆回去做五号 看穿单冲 这个应该是 没什么希望了 想要等待对方的时间 好 看看这一球啊 这个力道稍微有点过头 那么现在直接拉杆横台 或者是推杆两颗星出来啊 等等 以这种球形啊 以这种球形啊 想要叫FN失误啊 那我绝对是不大可能啊 因为每一颗球都那么近啊 除非说你 碰到突然做成一个远球 那还有希望 每一颗球进的话 要叫FN失误实在是很难 九号打进 三南城千万不要出现 回赛的亚军 Tiamco Tiamco 这个亚军的封号 提早被消灭 好 哎呀 以为要洗澡了 结果没有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 我们看看 好 四号球直接进带 然后这个 五母球 我们以为差一点要进带了 好 一号球的底带啊 但是有点不太好下竿啊 我们看到旁边有个五号球啊 但是这个话说话 这个二号球就可以做到了中带了啊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角度如果说比较大的话啊 这推杆一颗星啊 这个前一颗星弹上了也可以啊 看看他用什么干法 好 这个直接打进啊 这个哇 这拉杆拉的不够强啊 拉杆拉的不够强 所以说现在二号球 我推干下来啊 这推干下来 这就可以做到三号球了 这球一定要准啊 这角度变大了 这一定要准 看看二号球冲淡 好 没问题 那球推了下来 碰到五号球 不过 哎呀 会不会不好下竿啊 如果太直的话 这个四号球再冲球一进了啊 所以说现在是做五号球 太直的话就不好了啊 太直的话啊 这个补救的方法是什么啊 就是做五号球灌球啊 那抬高钢尾 哇很危险啊 轻轻的打进啊 轻轻的打进啊 然后做五号球灌底带啊 可能会好 可能比较好一点啊 好 轻轻打进 做五号球的灌球啊 灌底带 这个我想他也是这样 穿穿穿 应该也是这样的 比较保险的打法啊 那现在就是专心来灌这个五号球啊 灌底带啊 母球看是两颗星或者三颗星啊 再回来啊 这六号球就来球台的中央啊 这做刀的面积很大 来做安全球啊 不进攻啊 好 形成了吊球啊 但是依我个人认为了 他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可以选择灌底带啊 因为在安全球的这个观念方面啊 可能是 Afriend是稍微占领优势啊 好 Afriend还可以打得到啊 而且还薄劲啊 好 不过九号球 好 Afriend还可以打得到啊 而且还薄劲啊 好 不过九号球没有大 所以说 依我个人认为 川南冲刚刚那个球应该进攻的 应该进攻是比较合理的 应该进攻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现在这个 应该可以进啊 那看看 会不会来选择掉球 也许川南冲还有上场的机会 也许川南冲还有上场的机会 先不要气馁 哇哦 大家敢要进七号 哇哦 哇哦 哈哈哈哈哈哈 大概要进七号 哇哦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拉干进七号 恐怕粉碎了 川南冲继续上场的希望 所以说啊 川南冲 为什么不拼球呢 我就搞不懂了啊 为什么要不 为什么不拼球 那教練刚才这个五号球 灌敌在 固然灌啊 很高啊 成功率很高啊 非常高的一个球啊 而且这个球台又是新球台 你插板都可以得分了嘛 这应该拼人 又是九比三 哈哈哈哈 他那张以后 看下来 这个九比三的比赛 我想这一辈子可不得比赛 好 好 你刚刚印象了 Vietnamese girl 尤其是那组织 那组织 你怎么感觉到那游戏 你怎么感觉到那游戏 你知道他让我玩得很好 因为我三次玩得很容易 所以我玩得很好 我感觉到每次玩得很好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在九号球比赛当中 运气很重要 对 他是刚刚那个七号球啊 这个有点运气的成分 但是华州尔 也是感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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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感觉到我每次都需要 幸福 那么 好像现场的现在 所有的这个 八强当中的选小 都把Efan Ray 第二次玩的 第二次玩的 也是感兴的一点 是 是 但是 我感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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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